巴特是名罪犯 也是个作家 之前他是名黑客 利用自己的网络技术 窃取政府大量机密文件倒卖 次年牢狱生活结束 巴特把自己丰富的经历写成书 摇身就变成了一个作家 应牛津学院学生会主席卡洛林的邀请 巴特来到牛津学院 准备给那里的学生做演讲 也顺便为自己的新书上市做宣传 不料这次牛津之行 成了巴特的死亡之旅 除此之外 学生会美女副主席桥 也被人掐死在宾馆的床上 要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何人所为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刚刚上班的刘一丝警长 来到领导办公室 领导给了他一项新任务 最近比较活 被媒体称为摇滚黑客的罪犯小说家巴特 来到牛津学院演讲 由于此人性格怪异 入狱前得罪大量黑白两道人物 刚到牛津就受到了死亡威胁 需要警方安排人手加以保护 老刘有些无奈 我们是警察 又不是保镖 领导给他洗脑 保护每个公民是警察的义务 只要他们生命受到威胁 我们就有责任维护他们的安全 而且你只需要确保 他明天下午滚蛋前 是活的就完事了 又不让你跟他一辈子 官大一级压死人 老刘心中虽然千万只羊驼呼啸过 但也只能接下此活 两拨人马在宾馆相见 学生会成员这边有一头金发 做是果断的学生主席卡洛林 一头卷发 高大威猛的男子大卫 据他介绍 他是学生会秘书 大卫旁边 那个娇小可爱的美女 是学生会副主席乔 刚刚提到的大卫 是乔的前男友 最后那个戴眼镜 丝丝纹纹的男子叫史蒂夫 他是乔的哥哥 负责学生会的财务工作 当晚 演讲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巴特在台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台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 演讲结束 一帮人走在街上 巴特身后 突然一辆车朝他撞过来 幸好紧随其后的学生们惊呼 老刘一把拉开巴特 巴特性免被撞 这样看来 巴特声称有人要娶他小命 并非空穴来风 巴特虽然心有余悸 可该享受的时刻 他一分钟也不愿放过 他让老刘直接回去 剩下时间 就当给老刘放假了 望着人家左拥右抱 老刘本不愿意当电灯泡 刚好借机离开 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 女服务员打开房门 只见乔仰面朝天躺在床上 开始服务员并没觉得有意样 他以为乔刚刚睡醒 等他走近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打叫一声离开房间 老刘等人赶到现场 刚好看到卡洛林从隔壁房间出来 卡洛林直言不讳 昨晚和巴特进行一场较量 老刘并没告诉他 乔被人杀死在隔壁 老刘走进房间 乔的尸体早已凉头 他脖子上有被勒过的痕迹 身旁放着一把枪 老刘一阵茫然 受到死亡威胁的是巴特 怎么死的人却是他 法医赶到 经过初步诊断 乔是被人勒死 有可能对方只是用手将其掐死 他身旁的枪没开过 甚至里面没有子弹 死亡时间大约昨晚两三点间 老刘让小海去查 昨晚入住酒店所有宾客 自己去巴特房间看看 经过与卡洛林一夜恶战 巴特刚从梦中醒来 老刘询问他昨晚上事情 巴特做了具体描述 听老刘说 乔死在隔壁 巴特还是非常吃惊 小海从酒店那里了解到 昨晚很多学生在宾馆狂嗨 其中有不少人喝醉了 就睡在了酒店 由于他们中很多人 曾在酒店做过临时工 他们知道房卡在哪里 自己偷偷拿了房卡 不需要前台登记 小海第一时间把乔死亡的消息 通知了他的哥哥史蒂夫 望着已变成尸体的妹妹 史蒂夫自然心中难过 回家途中 见到巴特正在签名授书 愤怒中的史蒂夫 砸烂了橱窗上的玻璃 引起现场一阵骚乱 活动结束 巴特承认 遭到死亡威胁 只是作秀 目的当然是为新书做宣传 谁知巴特刚刚说完 身旁楼顶传来一声枪响 巴特被人一枪射中 当场倒地身亡 显然作为保镖 老刘此次任务是失败的 巴特好歹算个名人 竟然在警方保护下 被人一枪射杀 老刘的压力顿时来了 两起案件有着关联 巴特曾私下透露给老刘 他们邀请巴特过来 可能会利用巴特身份制造飞纹 巴特也表示过 自己并不担心飞纹 飞纹制造越大 他的书卖得越好 而乔善长利用美人计 揭露别人老底 他生前还盯上了一个 叫汤姆的教授 准备对其下手 他们也需要查查那个教授 之前干了什么 他有没有作案动机跟时间 通过和史蒂夫谈话 老刘了解到 乔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他只和那些对他事业有帮助的人交往 他确实和卡洛林谋划 利用美人计 曝光巴特的行为 他身边的那把枪 据史蒂夫交代 是不久前乔过生日的时候 前男友大卫送的 就是用来当饰品 大卫并没给他子弹 老刘一脸吃惊 拿把枪来当饰品 史蒂夫解释 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因为别人没有 他才想要 办公室里 小海接待了巴特的经纪人 也是他的妻子戴希 让人想不到的是 戴希竟然是老刘的初恋情人 生活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给你惊喜 不过对于老刘来说 意外绝对大于惊喜 小海找到了当事人卡洛林 询问他昨晚上 乔为什么要带枪去宾馆 他们针对巴特的计划是什么 卡洛林解释 乔的手枪并没子弹 带枪只是为了吓唬吓唬巴特 但昨晚上 乔一直没出现 他和巴特恶战一场 双方各自睡下 回晓德 一觉醒来 他竟然被人杀了 老刘在另一边 正和老情人开怀畅饮 戴希介绍 巴特还在牢中的时候 自己作为一名记者 采访过巴特几次 后来觉得巴特的经历 比较吸引人 在他的指导下 巴特开始写书 一来二去 巴特出狱后 两人就滚到了一起 巴特的新书 已经被一家电影公司 买断版权 版权费两百万 只是巴特无福享用了 从乔的前男友那里 小海了解到 大卫曾是学校运动冠军 一次意外伤了腿 退出运动队 乔就离开了他 乔的目的很明显 不会在一个看不到前景的事物 或人身上浪费太多精力 问起大卫枪是哪来的 大卫解释 他爷爷是个老兵 枪是爷爷留给他的 第二天上班 小海递给老刘一份报纸 报纸头条 整版蹬着卡洛林和巴特的绯闻 小海表示 卡洛林这次真正一炮而红 达到了他预期目标 两人找到了那个叫山姆的教授 对于他们没任何证据的指责行为 教授当然也没惯着他们 一番唇枪舌剑后 两人败下阵来 老刘来到监狱 通过监狱负责人 老刘了解到 巴特书中描写的经历 有些根本不是他亲身经历 有些甚至是从御友那里偷来的故事 经过加工润色后 写成自己的经历 因此 他得罪了许多御友 遭到御友报复 被人家枪杀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老刘从监狱搞来出狱人员名单 戴希分析了哪些 可能会对巴特痛下杀手 然后由小海去逐个调查 他们找到一个叫查理的出狱男子 查理现在是一家酒吧的安保人员 说直白一点 就是老板的打手 维护酒吧的日常秩序 查理正忙着 和两人另约了时间 回到住处 老刘了解到 原来巴特的书 大部分由戴希代彼 因为巴特的经历虽然丰富 但文笔不行 不过小海一句话 也点醒了老刘 作为巴特的妻子 如果戴希和巴特离婚 他只能获得50%财产 如果戴希是巴特的遗孀 他可以获取全部财产 这种可能不是没有 只是老刘不愿往那方面 深入思考而已 而且巴特还曾联系过离婚律师 显然两人都做了打算 老刘再次找到酒吧打手 对方表示 几天前曾有人让他去教训一个人 当他知道对方是个女人后 他果断拒绝了 也为他不打女人 巴特死亡时 他也有不在场证据 再说 他只是一个打手 并非一个杀手 打手还给老刘透露一个信息 他们当初在监狱服刑 有个叫雷德的育友 曾当过兵 而且枪法很好 听说出狱后 他在开出租车 经过查证 雷德果然在开出租车 更巧的是 送戴希来牛津的正是雷德 会不会是戴希雇佣雷德 暗中杀掉巴特 从而达到占有巴特财产的目的呢 他们抓了雷德 并对他进行审问 雷德非常淡定 他给了老刘两人被杀死 自己不在场证据 雷德不忘提醒他 证据是给到你了 你怎么想我无法左右 小海从监控中调取视频 演讲结束的那天晚上 台车试图撞巴特的正是雷德 询问戴希时 戴希解释 让雷德试图撞巴特 只是为了让作秀更加逼真 即使巴特不多 雷德也不会真的撞的 他还告诉老刘一个重磅消息 听完后 老刘认真整理了一下思路 于是 整个案件真相逐渐清晰起来 当初联系戴希让巴特到牛津演讲的 并不是死去的乔 而是乔的前男友大卫 而且是几次三番要求他们过来 甚至把戴希烦得不行 老刘觉得这背后 一定隐藏某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两人找到大卫 此时他正和新女友在打网球 他们把两人一起带回警局 原来多年前 巴特还是一个黑客的时候 曾入侵过大卫父亲的公司 利用黑客技术 盗取了他父亲公司部分资金 致使大卫父亲遭到了公司解雇 最终跳楼自杀 长大后的大卫 为了替付报仇 打听到巴特成了一名作家后 千方百计要求他过来牛津演讲 也为他和乔案中定下计划 等巴特过来后 由大卫悄悄除掉的 给乔制造热点 为此 两人精心做了准备 巴特在宾馆和卡洛林狂欢的当晚 由乔带上枪 大卫带上子弹 两人趁机行事 但见到巴特后 乔临时改变了主意 舍不得对其下手 见此情况 大卫十分恼火 偷偷跑去酒吧找打手 试图给乔一点点颜色 让他履行自己的承诺 但打手也是讲原则 从不打女人 把球重新踢给了大卫 事已至此 开工没有回头见 大卫一不做 二不休 先去宾馆掐死了乔 第二天下午 在偷偷埋伏在巴特经过的路上 一枪送走了巴特 对于老刘的指控 大卫开始拒不承认 但老刘从他房间搜出子弹 又从他新女友衣柜里 找到了那把打死巴特的枪后 铁证面前 大卫只能低头认罪 实话是说 本集故事情节 相对前两集稍弱一些 结尾的反转 并没有那么惊艳 但总体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漏洞 期待下集更精彩 好了 电影结束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请留言去评论区 感谢关注 下期见